謝謝主席 請田次長 田次長請 委員你早 次長 我們外交部的預算已經審查完畢了 該協商的我們也送出協商 但是有一個協商的案件被人家炒熱起來了 但是有人說是涉外人士 這涉外人士這麼關心我們外交部的預算 所以我想請我們次長能夠了解 審查預算是我們立法委員的天職 我們要監督所有相關單位 你對年度計劃的執行面 執行的成效 你在第二年我們才能夠繼續支持你的計劃 有需要增加的我們也會全力來支持 一定要為國家的整體利益為主要的目標 但是我們看到我們這次審查的預算裡面 CPTPP這個在107年我們就開始審查 這個時候外交部長還是我早寫吳部長 他在107年審查預算的時候告訴我們 CPTPP非常的重要 這個第一年就是關鍵年 請我們一定要支持 我們支持了 所以108年就是第一年 經過第二年109年又是1500萬 但是我們告訴部長外交部 你總要告訴我你們做了哪些工作 給錢不做事 這是我們不能支持的 成效執行度告訴我們 沒有告訴我們 就說游說會員國 請他們支持 剛剛田次長特別說 所有CPTPP的國家 都是正面的態度 認同我們 支持我們 肯定我們 那為什麼 還沒有進去 明年是110年變了第三年的預算 所以不只是國民黨的委員 在質疑你們做了什麼 我們在審查109年的預算的時候 執政黨的委員 林昌作委員 趙天宁委員 也提出了質疑 但是我們還是支持你們 一毛不三 全數通過 立即解凍動資 希望你們 再努力 但是 每一次審查預算 問到CPTPP的預算的時候 標準答案 我們在游說 就這麼一句話 做什麼 是11個會員國 你游說了誰 誰反對了 正面的態度不是全部都支持了嗎 你還要游說誰 今年審查預算 告訴我們說 今年也是關鍵年 每一年的關鍵年 做什麼 不能說 次長 這筆預算 是公開預算 不是機密預算 所以 本行在這邊要求 1500萬 108年 109年 所有預算的開支 公開公布給大家知道 你們做了什麼 沒有什麼不能說 不能說 放到機密 你把全數告訴我們 是 我們審查預算有什麼不對 而且這筆預算 我們的招委 送出協商 還在協算 就說我們凍結 我們為什麼要凍結 請你們 一再講的關鍵年 108 109到110 你說這個110 到111 這兩年更加的關鍵 市長 我們跟日本這麼般的友好 明年他是主導的主席 CPTPP也是日本主導出來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不能進去呢 難道要進何時 解禁進口 吞何時 才可以進CPTPP嗎 你可以保證 吞了何時就可以進去 像萊豬也一樣啊 萊豬進來 1月1號要生肖進來了 但是 拜登說了 他們的勞工教育沒有大的投資 只是他不會跟各國簽了任何貿易的協定 那我們的萊豬 我們白吞了 習政國人的健康 國人的健康也是國家的利益啊 所以次長 我們希望外交部要認真處理我們所有的工作 我們的監督 是希望幫助你們做事更加的有效率 如果這個計畫需要調整的 我們也可以協助來調整 我們支持你們在我們外交的第一線上 讓我們的所有參加國際組織都能夠達成 所以我們看到CPTPP 這麼重要 這麼關鍵 所以我想請你 這筆預算是公開預算 你告訴我們 明年又是一個關鍵年 年年都關鍵 那請告訴我們 你明年的目標要做什麼 你的工作要執行什麼 現在不能回答我們 謝謝委員 首先代表外交部 感謝朝野立委 對預算的審查 也非常的辛苦 那麼我必須跟委員報告 CPTPP是國內很重要的政策 我們知道年年都很關鍵 非常重要 我們也一定要進去 我們的組織 國際組織是非常重要 尤其是我們經貿很多的協定 不管是區域的 雙邊的 多邊的 我們都要進去 所以我們這般的支持你 你們做了什麼 我們不能只給錢 你們不做事啊 你們報告就是遊說 找公關公司找遊說公司去遊說 遊說了誰嗎 我也跟委員報告 這一次 雖然CPTPP沒有顯著的效果 可是可以看到 國際間對於台灣加入WHO的力道 跟往年不一樣 這個也就是一些擴散效果的顯示 當然不一樣啊 那麼還要跟委員報告 可能今年的疫情關係 很多該做的事情 不要推到疫情 該出去的 107年就編這個預算 給你108年執行兩年了 是的 好 謝謝 所以次長 之前事情的涉外人士 你要公佈 還有1500萬 08、09年的所有公開預算 1500萬全部公佈 我們就會來支持你 這個110年的預算 不過涉外人士 我們可能沒有辦法找得出來 這涉外人士 你說了嘛 絕對不會是你們嘛 絕對不會是你們是誰嘛 不會是外交部 也不會是政府的官員 所以你一定要公開預算 我們就支持你 你們的年年的關鍵 一定要給錢 要把事情做好來 好 謝謝委員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李玉玲委員 來次長請回 接下來進行巡達委員 是陳明文委員 陳明文委員 陳明文委員 不在 接下來進行巡達委員 趙天玲委員 謝謝主席我們請次長 來 前次長請 市長好齁 我剛剛在研究室看了好多委員在針對CPTPP的預算全數被凍結的事情 情緒蠻大的啦 不過我覺得是這樣子 這個我們尊重每一個朝野立委自己在問政上面他們的這個工房 但是我還是滿期許說 每一個委員都可以監督 也都可以督促 這鞭策 外交部一定要在這件事情上加油 但是全數凍結這件事情 我們認為它是傳達了一個錯誤的訊息 它會讓日方或國際社會會覺得 我們國內最主要的在野黨 基本上對CPTPP可能是很有保留的 那在接下來日本食品這麼重大又困難的這樣的一個決策上面 那我很擔心這東西會是一個連續性的這樣的一種杯葛 那這樣子的話我覺得對國家利益是有問題 那不過我還是強調尊重每一個委員的問政 那我今天想要表達的其實是另外一個建言就是說 所以說